欢迎收看7月16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想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玫瑰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玫瑰杯社区三对三篮球赛 借此促进社区民众交流并带动篮球运动发展 新店师徒7月份推出彭云峰摄影各展就是爱上黄山 并且举办了摄影讲座 新北市BBNA国中辅学计划在暑假期间办理全英语暑期娱乐营 由美国青年志工设计课程鼓励学生勇敢开口说英文 平林区农会今年首度举办香蕴红茶比赛 一共有333点报名参加 特等奖是由茶农郑清池获得 今天的QA大叔要带观众朋友了解 遇到机车退撞事故时应该要如何处理 新店玫瑰社区发展协会与文山狮子会利用周末假日 举办玫瑰杯社区三对三篮球赛 总共吸引了12支队伍报名参加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世祥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促进社区交流 同时借此激发年轻人对篮球运动的兴趣 新店玫瑰社区发展协会与文山狮子会 利用周末假日隆重举办玫瑰杯社区三对三篮球赛 总共吸引了12对喜爱篮球的社区年轻人报名参加 新北市议员刘哲彰 玫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世祥 也分别担任开球嘉宾 为参赛队伍加油打气 陈世祥理事长表示 这项活动主要是希望促进社区交流 同时借此激发年轻人对运动的热情 今天可以办这场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可以触及我们社区的年轻人 一起来借由运动借由打篮球 来活络彼此的交流 那希望也希望他们今年这次的活动 可以顺利圆满成功 大家都可以拿到最好的成绩 虽然比赛当天天气相当炎热 不过每支参赛队伍斗志高昂 让每场比赛都充满了紧张和刺激的对抗 参赛者们除了展现篮球技术 也表现出团队合作的默契 努力争取胜利 新北市远流这张强调 国内篮球风气蓬勃 期盼年轻人积极参与社区篮球运动 带动篮球发展 希望说能够多办一点 让这些社区的好朋友们 能够平常在喜欢打球之余 也可以有一些竞赛的这种感觉 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篮球比赛 能够顺利成功 这场社区篮球赛中华民国 国民小学体育总会也全力协助 希望可以强化基层篮球推广 我们提供的是所有的裁判 记录台 还有比赛用球 以及所有的设备 比如说计时器或者是记录本 这样子 那小学体育能够帮忙这些 基层的篮球推广都是非常高兴的 这次篮球赛不仅让社区居民 享受了篮球运动的乐趣 也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美规社区发展协会表示 未来会持续举办篮球竞赛 提升社区凝聚力 记者身边这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 新美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 7月份推出彭云峰摄影各展 就是爱上黄山 并且举办立场摄影讲座 信任许多摄影爱好者前往听讲 了解彭云峰老师心目中的黄山 以及他珍贵的摄影经验 新美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 7月份推出了彭云峰摄影各展 就是爱上黄山 彭云峰老师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摄影技巧 捕捉黄山的壮丽风景 和变化莫测的自然景象 让民众不仅能够感受到 黄山的美丽与神秘 同时也能领略到作者 对摄影艺术的执着和热情 人家不是说吗 五月归来无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月 对不对 所以黄山的美 近在真的是这样 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国画 画到说松树啊石头 怎么有那么漂亮的 事实上你去了黄山 去回来之后就认为说 真的是有这么美的东西 除了摄影展 彭云峰老师也举办了摄影讲座 吸引了相当多摄影爱好者 和民众前来聆听 讲座中 彭云峰老师除了详细介绍 他的摄影经验和技术 更分享了他在黄山旅游 及摄影的珍贵经验 让民众了解到了更多 关于黄山的自然风貌 和人文故事 黄山不高 1800多公尺 但是没有高山症的问题 温度呢 你冬天要去的时候 温度大概我最冷 碰到零下15度而已 那春天就不用讲了 那还有黄山上山上面 他的餐厅 餐厅饭店是很方便的 用餐啊住宿都很方便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体力不好的 他也有轿子可以坐 他甚至有三个缆车 可以往山顶上走 透过这次的就是 爱上黄山摄影展和讲座 民众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不但欣赏了美丽的摄影作品 也从中学到了宝贵的摄影知识和技巧 而新店分馆表示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 更多近距离接触艺术的机会 未来将会继续举办更多文化艺术活动 带给大家视觉与心灵的饗宴 记者成名者们 其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BBNA国中英语辅学计划 在暑假期间 办理全英语暑期娱乐营 由美国青年志工担任 营队老师 设计多元课程内容 透过趣味轻松的方式 鼓励营队学员 开口说英文 增进口语能力和自信 新北市教育局 每年都会办理BBNA国中英语 自主学历提升实验计划 以国中生为对象 除了有线上英语辅导课程外 暑假期间则规划了 全英语暑期娱乐营 今年达官国中小 为分区中心学校之一 一共有68位学生 从7月1号起到7月11号 在达官国中小进行营队活动 对孩子们的口说能力 还有跨国文化理解的能力 都能够有显著的帮助 尤其是我们达官中心学校 有来自符合国中 深坑国中 还有达官国中小 三个学校的学生 大概有68位 来参加这个营队 在营队活动中 由美国青年职工担任营队老师 以科学、美术、体育等多元课程内容 让参加营队的同学们 在寓教娱乐当中 勇于开口说英文 由于这些美国青年职工都是高中生 年龄相仿一时一有 营队气氛相当欢乐 就有职工表示 台湾的学生都很有礼貌 虽然有人第一天可能很害羞 但慢慢的都愿意开口说英文 而其中职工Jacy说 去年来的时候交了很多朋友 也从学生的回馈中收获许多 所以今年再次来到台湾 担任营队老师 上一年真的很好玩 然后我还是 我有做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然后我觉得学生也很喜欢我们交的 所以我觉得回来 然后再交一次也会很好玩 除了每一和我们海外的志工之外 其实也有我们本地 新北的高中生 一起来加入志工行列 也很巧 也是有我们达官的毕业生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互动起来的 感觉是非常的棒的 参加营队的同学表示 课程内容很有趣 而且志工老师都会鼓励大家表达 所以无形中学会了很多单字 而且越来越有自信开口说英文 有时候还会和志工老师相互交流 彼此国家的不同文化 非常好玩 而且学到非常多英文 我们因为平常没有跟外国人接触 学到英文就不会那么多 但现在我们就可以跟很多的外国人接触 我们所知的知识就可以越来越多 如果听他们一直在讲英文的话 有时候自己也可以尝试几句 就是平常可能不太会说出来 达官国中小校长林才一表示 透过BBNA全英语暑期娱乐营 不仅提升了国中学生学习英文的动机 在口语方面的能力也大大提升 而在7月12号将会在新浦国中 进行全英语国际论坛 期待每位学生的学习成果表现 记者杨邦友召发起新店采访报道 平林区农会今年首度举办香蕴红茶比赛 共有333点报名参加 特等奖是由茶农郑青池获得 平林农会表示 香蕴红茶是结合包种茶制茶技术 经过尾雕搅拌过程 因此有独特的花香和果香 再加上红茶的柔碾发酵 茶汤更加甘甜 为了帮助平林区茶农提升收益 平林区农会今年首度举办香蕴红茶比赛 报名点数共有333点 平林区农会常务监事 华云雄表示 香蕴红茶是结合包种茶制茶技术 经过尾雕搅拌过程 因此有独特的花香与果香 并结合红茶的柔碾及发酵 茶汤更加甘醇 香蕴红茶比赛3号4号在平林农会进行评审作业 邀请茶集饮料作物改良厂北部分厂分厂 分厂长苏彦硕整人担任评审 苏彦硕分厂长表示 这次评审是采用茶凯厂建立的TES分类分级系统 评件结果可使茶叶分级更贴近消费大众需求 这次的比赛呢 也导入我们这个茶凯厂研发的 这个台湾茶分类分级的TES评件系统 那采用这个产甘学界的评审 来进入这个评审制度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以往都是采这个官方的评审 那可能对于就是在学界研究的部分 跟产业界喜好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需要大家一起来补助 那在这个评审制度上面的话呢 我们的评鉴就会更完整 然后更贴近消费者 消灭红茶比赛最后评选出特等一点 头等12点 金值25点 优良163点 等外有131点 第一届特等奖是由茶农郑青池获得 评审局长周庆珍表示 现在每周六日平临岛街都有假日市集 周日下午有现场音乐演出 欢迎民众来逛逛买好茶 在假日的时候 到我们平临这边来走走逛逛 一方面是可以买买我们的包种茶 另外呢 现在又多了一样好的选择 就是香蕴红茶 想要品尝刚出炉最新鲜的香蕴红茶 赶紧走一趟平临哦 记者成品站门齐 平临采访报导 广告后继续来看QA大书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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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Tenor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以机车为代步工具的朋友们 多多少少都碰到过交通事故 今天的QA大书就要透过一起机车推撞调节案例 带观众朋友们来了解何谓机车推撞 还有万一不幸遇到了机车推撞事故要如何处理 现在就一起来看QA大书 QA大书帮您来解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么快就开始了 比较帅啊 谢谢我好久没听过这样子 谢谢大家 来我们先来谈今天的话题 这有一天小音就骑个机车 结果呢因为各位知道说我们机车在骑的时候呢 这个会跟在有些人跟着车后面嘛 结果呢他在公车的后面他停车以后 就后面呢蹦一声 就一步机车呢就从他后面帮他推撞上去 我讲的是推撞 因为小音他机车是砂平在那里 结果呢小音他被撞了一个就跌倒 他就我看那个出判表 然后他的那个诊断书他写的是这个差错上 那这个时候呢小音就 当然要先提调节嘛 调节看看调节会怎么处理 就到调节去 这个后来呢那个出判表上面写的 就是说呢这个后面的骑士 后面骑士叫大雄啦 那大雄就说 骑太快没错 我们观众朋友就越来越进度状况 就是骑太快了 对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没有错 出判表是这样写的 就写说他因为呢这个 为保持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是没有保持 第二个涉嫌超速 那大概这种情况才会去发生车祸啦 就推撞 因为前面车子都已经杀住了 你后面来不及杀 或者你杀了根本就停不住 就会直接推撞到前面的机车 所以呢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怎么算 距离怎么算 好来 我们所谓的安全距离 我简单的先解释说 汽车 尤其汽车在行驶高速公路 你看那个桥上面有没有呢 我们经过那个桥 它有写一个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 汽车的安全距离 是以小型的轿车呢 是以它这个车速 比如说我速限是 现在是开100 那我的安全距离就是100除以2 就是50公尺是我的安全距离 大客车大卡车呢 它的速限就是比较大 当然比小车 因为是对 大车要更远 对啊 你对对 大车的那个重力加速度更大 所以它安全距离没有错 观众朋友没有错 你们讲的没有错 它要更大 但大到多少呢 是 来我告诉各位 我们一般我们就会以 大车的车速去减20 比如说你现在大卡车 开的是时速100 你的安全距离最少80公尺 才是你的安全距离 对 对 那机车 机车有没有 有没有 观众朋友 机车有没有安全距离 没有啊 它出版表有写啊 未保持安全距离啊 有啊 对 所以表示机车也有嘛 对好 那机车的安全距离要怎么算呢 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怎么算呢 其实 机车的安全距离呢 它就是以 你的反应来得及为原则 对 很模糊 对 是 抽象嘛 没有错啊 就很抽象啊 因为这个有时候它没有办法标示清楚 对 很抽象 那什么叫做 你反应来得及呢 就是说 当我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后面刹车来得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把它换算成为比较实际的计算 大概 大概 你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呢 你大概维持两秒到三秒的距离 就是我 我看到以后 两三秒之后 我能够反应 这样子 对 我们大概只能这样讲 好 所以呢 还好啦 这个小鹰呢 它这次跌倒只是简单啦 就比较轻的差错伤 那要不要赔 当然要赔啊 机车的损坏 发生错过发生两件事情 人有受伤就有形式的过失伤害 那加上民事的损害赔偿 所以两个部分要一起处理嘛 对 是 没有错 对 对 过失伤害 我们可以在调解的过程里面来处理 对 如果你今天呢 能够针对于过失伤害 就是针对你民事赔偿 先把它处理完了以后呢 通常 通常过失伤害呢 检方那边通常就比较会采用不起诉方式来处理嘛 因为它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 而且你有诚意和解 所以我想观众朋友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发生事情第一个一定要通知警方来处理 第二个尤其是骑机车的人 你千万不要忘记了 你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 所以呢 是 对 因为机车比较不容易杀住 没有错 我们观众朋友他常跟我们讲说 你那个机车因为它两个轮轴又轻 所以杀不住 没有错 再杀不住 好 来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好 我告诉各位 无论如何 我们万一不小心发生了疏忽 很简单 第一个 我们就是要请警方来处理 不管严重或者轻 警方处理呢 登陆有案 你就不会有造势逃逸 而且我们有警方的判断 我们能够厘清楚造势的原因 跟造势的责任 对 是 可以 可以 你有问题 你问我们 我们都会回答你 好 好 来 那QA大叔呢 帮您来解答 欢迎有任何问题 你在下方留言 我们都会跟你回答 然后也不要忘记的帮我们按个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来看 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新店十四张历史公园 6月1号开放细水区 规划有水及桶区 相与水尊道 水桌及水桶瀑布区 等多项玩水设施 严严夏日 欢迎民众来这里消暑一下 大新店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2917 3939 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区监理所 持续推动机车驾驶训练制度计划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参加驾训班机车训练 并考取驾照者 补助每人训练费1300元 新北地区名额共计6200人 为了鼓励身心障碍朋友 发挥绘画创作才艺 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进会 办理第27届 爱在画中身心障碍者 巡回画展及艺术创作活动 详卡02-8985-7688 新北市立图书馆实定分馆 7月份每周三下午4点 开办百变歌仔细时定讲座 内容包括烂美台湾歌谣艺术赏西 实定曼得学博瓜等等 欢迎民众参加 详卡02-2663-1354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leased 啊 哦 感谢观看